Kanye West在這幾年推出了許多的Easy 350配色 多到讓人家有點疲乏了 不過今天要介紹的並不是350 我是老HighB The OldHighBeast 今天要介紹兩雙Easy 都是在2021年3月推出的 其中一雙是這雙 Easy 700 V3的Cyanide 還有Easy Foam Runner的Sand配色 我的頻道專門介紹球鞋和Supreme的開箱資訊和再售價評論 新來的朋友們 如果對我的影片有興趣的話 歡迎您按這邊的訂閱 支持一下老HighB 順便按個讚 留個言 告訴我你的想法如何 今天要介紹是兩款在2021年3月份推出的Easy Brand球鞋 Easy Brand當然是Adidas旗下的子公司 是由Kanye West這個饒舌歌手主力的 其中一款就是這雙 Easy 700 V3的Cyanide配色 Cyanide是一種元素表的一種藍色的水晶 還有另外一雙要介紹就是這雙 長得非常奇葩的像異形拖鞋的Easy Foam Runner 最新的Sand配色 不多說 讓我們來近拍和實際上看看吧 那我們就先來看這雙 Adidas Easy Foam Runner 好了 這雙鞋呢 跟一般的Easy球鞋盒不一樣 看外面的話 純粹是一個完全沒有印刷紙盒的樣子 它所有的字樣都在鞋盒的裡面 鞋盒蓋子的上面呢 寫在Foam The Runner R-N-N-R 最下面呢 標籤呢 尺寸呢 就在鞋盒底 寫Easy Foam Runner 那這雙鞋呢 歸類為球鞋也不對 拖鞋也不對 它的質感呢 樣貌呢 最接近的大概就是Crocs 不吸鞋的樣子 造型呢 實在是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我本身是應該不會買來穿的 這雙主要是以Sand配色 就是沙子 它整雙的設計呢 非常的流線 有非常多的孔 有大的孔 小的孔 這三條線呢 也有點像Adidas 那個三條線的Logo 在大底的方面呢 它沒有分中底大底 所以在鞋底呢 它的設計呢 非常類似像Easy 700系列 那整雙鞋呢 完全是一個泡棉的設計 完全是一體成型的 在鞋頭呢 也可以看到延伸上來呢 也是有五條線 也參加了很多的洞洞 在鞋跟的位置呢 也有這個凸出來的 那標籤呢 則是貼在鞋子的內圓 是一個小小的貼紙 裡面有一個繁華的感覺 那接下來介紹這雙呢 是我本人比較有興趣的 是Easy 700 V3的Cyanite 首先我們看到鞋子的側身呢 會看到它主要是一個像 egg shell 有點類似剛那雙Easy Phone Runner的Sand 沙子的配色 它並不是純白的 也不是亮白的 那它這個上面的網狀部分呢 是以一個刷藍色的布質 裡面呢 事實上蠻透氣的 中底呢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Sand的配色 那大底呢 主要是一個果凍橘 那中間這個洞洞的部分呢 它因為不是布質 它只是貼上了藍色的貼紙 可是它整雙的設計呢 還是承襲了Easy 700大底的樣子 那從鞋頭呢 也是這個Sand的配色 延伸上來呢 它是以隱藏鞋帶的設計 它主要是穿插的黑色的圓形鞋帶在裡面 非常類似如果穿過Air Max 97的設計 就是這個樣子 這黑色鞋舌呢 它是一體成型的 所以講鞋舌並不是可以拉出來的那種鞋舌 旁邊呢 有兩條反光條 那這個黑色鞋帶呢 是這幾個月呢 Easy常用的這種不用綁鞋帶的設計 事實上蠻適合這雙Easy 700 V3的 因為它本雙就是一個鞋子襪套的設計 所以綁不綁鞋帶事實上都沒差的 反而做這樣子比較方便 不用鞋帶晃來晃去的 那鞋跟呢 在中底的方面呢 就印上了Adidas立體的Logo 那在鞋子的內緣呢 主要是黑色的 鞋墊上面呢 印著Ortholite、Easy和Adidas 而Ortholite呢 是Adidas旗下呢 比較舒服的一個鞋墊 好 不多說 讓我接下來為大家 帶來這雙鞋的上腳石穿的樣貌吧 MING PAO 在我们戴完这双的上脚和实穿之后 我们谈谈这双Easy 700 V3的Kainite 蓝金石的配色 它的尺寸如何 刚穿在脚上的感觉呢 跟之前的700 V3都差不多 本人是建议要买大半号 绝对不能买小 Easy系列都有一个设计呢 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它鞋跟这边都是往前推的 那这双主要呢 虽然长这样有鞋带 可它主要是一个袜套式的设计 长在里面 所以呢 自然而然会把你的鞋往前推 脚趾头在前面会觉得很紧 这双鞋呢 不太建议买原来尺寸 建议买原本的尺寸的大半号 或者是说呢 你原本的Easy350尺寸买什么的话 就买那个就可以了 不过呢 这个是比我原本的Nike尺寸大半号的 那这双FoamRunner呢 毕竟呢 是US5号的 并不是本人的尺寸 所以就没有办法给人家带来实穿了 不过这双鞋 在网络上讲 大致的 一致同意的 就是买正常尺寸就好了 不建议买小 谈到再售价格的话 这双Easy700V3呢 目前并不是太高 它原价也不高 是200美金 毕竟它没有那个boost的中底 那目前在售价格呢 只有在260左右 以这双US9.5号来讲 这双鞋 我建不建议留着呢 如果是要投资的话 我建议你暂时不要卖 因为呢 我们看到11月初那双Safflower 当初推出的时候呢 也是大概在250美金左右 大家也非常不看好 那双呢 比这双还不好穿搭 因为那双是一个橘色的 它当初出的时候250 放四个月到现在呢 已经涨到350块左右了 潜力非常快 我本人觉得呢 这双蓝金石的开奶呢 反而颜色比那双还更好穿搭 所以我觉得它很有潜力 在三四个月的时候 至少会涨得跟那双差不多 配色跟这双非常接近的那双 Arzareth呢 在去年8月推出的 现在价钱呢 一直维持在300到400美金之间 这双配色虽然跟那个不太一样 可是呢 已经非常类似的 比较像一代的首发款 和那双的综合体 那这双呢 也偏没那么蓝 所以我反而觉得这双更好穿搭 它非常有潜力 可以达到350到400之间 所以呢 我本人呢 有买到两双 一双要收藏的 一双是要放到至少半年后 看怎么样 拿出来卖的 讲到FORM RUNNER 这双鞋真的是有抢到就是福啊 这种鞋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不是我自己的菜 绝对是不会自己拿来自穿的 可是这双原价才80美金 实在是非常便宜 可是再售价呢 非常高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首发配色呢 已经目前都在600到700之间 所以你当然说这双鞋建不建议hold住呢 我是非常建议的 毕竟80块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投资 如果放每几个月 就可以达到好几百块的话 那真的是赚翻倍了 那如果是要自穿的话 这双鞋都没差了 管它多少钱80块就买来 可是要买再售的话 我建议你现在就买来穿 要不然呢 它迟早会往上涨的 对这种非常前卫造型的话 就把握时机现在买吧 要不然涨到五六百块的时候 就来不及了 好我们先进去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